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是要跟你們分享我這個月的愛用品有哪一些 那我這個月常用的底妝產品 應該是妝淺產品 是這個我之前就有分享過 這個是Makeup Forever的綠色的試底乳 那這個試底乳呢我覺得它的優點就是 非常的滋潤然後服貼 讓你後續的底妝的妝感也會比較好 然後它綠色的那個程度啊不會太淺 修正泛紅的效果也還不錯 就是一般的膚色不均泛紅它都可以解決 再來呢還是Makeup Forever的產品 這個是他們的HD粉條 我的色號是Y245 它非常的持妝服貼 然後遮瑕度可以疊加到蠻高的程度 然後用這個產品啊非常的方便 然後妝容持久漂亮就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除非是你需要控油 你覺得它不夠控油 你加一些控油的妝前產品 或是你需要滋潤 你加一些比較滋潤的妝前產品 因為它大概就是介在中間 就是中性混合性 然後是偏乾一點大概這個範圍 如果你特別乾或是特別油的話 你自己就要調整一下你妝前的一些步驟 然後調整一下你後續蜜粉的用量 再來呢還是舊朋友 這個是Sonia Ketchup的遮瑕盤 我的色號是7號Light 所以這個校色產品啊 是黃綠色調 它校正泛紅的效果超級超級好的 然後這個蜜粉餅啊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細緻 然後它上上去 就是它瑕疵用這些遮瑕膏上完之後啊 用這個蜜粉定妝之後 它會讓你瑕疵的那個凹凸不平的紋理啊 修飾的非常的多 這蜜粉餅我非常喜歡 呃...我就算不是用這個遮瑕產品 我都會把這個蜜粉餅拿出來搭配其他遮瑕產品 遮瑕產品來用 因為這個蜜粉餅它 修飾皮膚紋理的效果實在是太好太好了 然後我現在有點憂愁 就是如果這個蜜粉餅我用完的話 我好像沒有看到 Sonic Cash App有單賣這個產品 我就很喜歡這個蜜粉餅 那再來呢要跟你們分享一個蜜粉 呃...這個蜜粉是我的舊朋友 可是應該是你們新朋友 因為我好像沒有在影片裡面跟你們分享過這個東西 呃...這個產品包裝非常的有趣 很復古 這蜜粉為什麼這麼小罐呢 因為這是我去年holiday的時候買的那種小容量的特惠組 所以它full size的蜜粉應該是蠻大罐的 然後包裝也會更精緻一點 那我來介紹一下這個是一個牌子叫做Besame 然後我的色號是 嗯...Vanilla Powder Translucent 他們這個產品呢是 我記得Besame他們的唇膏還有蜜粉 是特別特別出名的明星商品 他們的蜜粉啊 我把這個我瞧一瞧一瞧 然後它這樣飛出來 我記得他們full size的那個蜜粉上面好像有一個那種 就是可以把它蓋起來的蓋子 可是因為這個是小容量的 欸對焦黑 這個是小容量的所以我怕它飛到處都是 我的這個啊是 就是他們蚵黃色的 他們還有一個粉色還有一個紫色 忍不住我一下 因為它有一個 香草的味道實在太香 我好喜歡好喜歡這個味道 然後我要說一下我通常不喜歡用有顏色的蜜粉 除非像那種 Ben Nye的這個buff 它的顏色是 不會太改變底妝的顏色 然後有一點點修飾 就是肌膚紋理的效果 可是我個人是不喜歡全臉上一個紅色啦 紫色啦 綠色啦的那種蜜粉 我喜歡不要改變我底妝顏色的蜜粉 我最底端就是接受到buff的這個程度 那buff的他們這個 鵝黃色的這個蜜粉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呢 因為它修飾 就是上了這個蜜粉之後啊 它修飾底妝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粉質非常的輕盈 然後又細緻 那我要說一下 這跟我超級喜歡的Ben Nye有什麼不同 呃 以價錢來說 Ben Nye是便宜真的太多了 我記得Ben Nye便宜很多 然後buff的它算是 中高價位的東西 所以價錢上面它就高出 Ben Nye不少 那品質上面呢 粉質的細緻程度 Ben Nye已經非常非常細緻了 Ben Nye又更細緻 更輕盈 然後他們對肌膚的紋理 都有一些修飾的效果 那Ben Nye我覺得這個buff 它這個主要的修飾是 紋理上面 就好像讓你底妝蓋了一層 紗一樣的皮膚的質感 就非常非常細膩 我每次說蓋一層紗 都覺得我好像有講跟沒講一樣 可是我真的想不出來更好的形容詞 如果你們有買這個產品 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就你的皮膚的質感 就整個大提升 那這個buff me呢 它雖然對底妝也有修飾的效果 但是它不是那種蓋一層紗 它是讓你的底妝變得明亮 然後清透 所以它是有一點色調上面的修飾 Ben Nye那個是質地上面的修飾 我很難講得非常清楚 那這個東西呢 它修飾的效果非常非常自然 所以它雖然號稱說這個顏色是 提亮眼下或提亮哪裡啊 我這個全臉都用這個顏色 看起來也很好看 也不會什麼有色差啊 臉白白啊什麼 你們也知道我很討厭 就是臉比身體白或臉比身體黑 我喜歡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預算的話 可以試試看Besame的蜜粉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他們的蜜粉 然後那個味道也很喜歡 我再來想要給你們看一下 這兩款蜜粉在手上就是 皮膚上面效果差在哪裡 但我不確定 就是在鏡頭前面這樣子 你們能不能看出差異 因為蜜粉的差異其實非常非常的小 那我在手上啊 塗的比我一般上臉厚一些 就希望可以看得清楚 你們看這邊這一塊 是Besame的那個Banilla Powder 這兩個都是完全霧面啦 沒有任何珠光 然後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有一些些提亮的效果 然後這邊這個是Ben Nye的Buff 都是霧面 可是這一個就是對 紋理的修飾比較好 這個是對整體妝感的透亮 有比較高的幫助 好啦 如果看不出來差異的話 就算了 再來呢就是打亮的產品 這個越愛用的是這個 Colourpop的這個打亮 那這個產品的色號 我會打在下面給你們看 因為它的色號沒有寫在外面 它有在這個裡面 我會把它發出來 反正再打在下面給你們看 那這個顏色呢 它是那種最日常最實用 幾乎是 就是以我們華人 應該是任何人的膚色都可以用 它是那種米色香檳色的那種色調 然後它的光澤呢是 算是比較強烈的 雖然粉質還蠻細緻 但是因為它光澤很強烈 所以如果你皮膚有一些 比較不平成的地方啊 就不要上太多 那再來是Ben Nye的這個腮紅 這個是LIVING THE GALIFORNIA DREAM 那這個腮紅呢 雖然我就是前不久才錄過購物的影片 但是呢我把它放在這個月的愛用品 是因為我去美國啊 是月初的時候嘛 那我一買到 就開始幾乎每天都只用這個產品 我那個時候買的其他產品 我還有跟別的東西輪體用 可是這個我幾乎就是每天都在用 幾乎啦 就跳個幾天就是 就是強迫自己去嘗試別的產品 因為要錄心得嘛 就跳過幾天 所以這個東西 我就把它放在這個月的愛用品 不是說跟這個一起買的那些美國的東西 不好用 沒有在愛用品 而是那些東西 我這個月使用的頻率 還沒有高到說 變成這個月的愛用品 那這個東西我真的是每天用 因為它很百搭 然後很襯膚色 如果你不化什麼底妝 不化什麼眼妝 你單用都可以 就很有很有精神 所以不管你是學生 還是你在上班 通通都可以用 那還有一點金色的珠光 非常非常的細緻 不會什麼顯毛孔啊 看起來亮晶晶啊 都不會 我給你們看一下顏色 但是因為它這個包裝很深 然後這個包裝的內側都是金色 會反光 所以我覺得好像 看了沒有很清楚 你們看它是 比較健康陽光的那種珊瑚橘色調 那再來呢 是 這個 The Balm 的腮紅 這個是Flat Boy 這個跟剛剛那個Galifornia 有一點點像 就是它也是 珊瑚蜜桃色 但是這個 比較偏粉 如果它跟他們的Dowboy 放在一起比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蜜桃色 偏粉一點的 那這個Galifornia是偏橘的 所以這個是 更有元氣 更有精神 然後這個是比較 秀氣一點點的顏色 然後這個 有一點點的金色的 小小小小小珠光 很細緻啦 然後這個是 完全都是霧面的 所以 這兩個產品 我覺得他們雖然都是 珊瑚蜜桃色調 但是上在臉上 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那我今天臉上用的腮紅啊 就是這個Galifornia 可是 上得非常非常的淡 因為我的眼妝比較重 所以我不敢 把這邊上得太重 所以如果你眼妝很清淡的話呢 你這個地方是可以上得重一點的 來看一下試色 這個是那個Colourpop的打亮 光澤非常非常漂亮 你會覺得這顏色好像很無聊 但它就是每天你都會很習慣拿來用的那種 安全的顏色 然後又很自然漂亮 再來中間這個是 Benefit的那個Galifornia 你看不出來它有光澤 對吧 它雖然裡面有很小的金色珠光 但真的不會亮晶晶的 然後這個是 The Blonde的Fried Boy 這個在Galifornia旁邊看起來 就比較像粉色 可是它是他們這個系列裡面 比較蜜桃色的 因為它的那個Down Boy 顏色更粉紅 然後這是這個月的愛用品 再來呢 是兩個眉毛的產品 這一個是MAC的眉膏 然後這個是Maybelline的 那叫什麼呢 眉粉棒之類 我忘記中文名稱 就是眉粉棒 是個近期才出現的 比較特殊的眉毛的產品 給你們看一下MAC的這個眉膏 這個色號是 Deep Dark Brunette 這個顏色其實跟我的髮色 比起來算是接近的顏色 然後這不是新東西了 你看我已經用掉很多了 那這個產品呢 我覺得它的優點就是 它可以畫出非常銳利的眉毛 也可以畫出非常自然柔和的眉毛 然後就看你要怎麼用 然後非常的持久 防水防油啊之類的 那再來呢 是Maybelline的這個眉粉棒 就我剛買到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覺得它實在是太特別了 所以就一直不停的使用這個東西 然後我還要把我使用的心得 PO在粉絲專頁上面 然後那時候就有很多人覺得說 這產品好像使用起來有點 呃...不順手 那我自己喜歡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超級粉霧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粉霧的眉毛啊 那種...怎麼說 這是我用過最霧面感覺的眉目的產品 那拿起來的時候呢 我最討厭一點就是它的那個粉 會容易弄到桌上 弄到衣服會噴來噴去 這是這個產品最大的缺點 那我的方法就是拿一張面紙 然後在上面抖掉多餘的 然後在面紙上面就是把多餘的塗掉之後呢 再來畫眉毛 那接下來呢 要講的眼影盤是這個 這個是我超級久以前有分享過的 SUPER BEAUTY的眼影盤 給你們看一下包裝 這一盤是他們的 NUTRAL NECESSITY PALLETE 這裡面有八個顏色 我很久很久以前分享的時候 我那時候好像 似乎是說全霧面 但是我後來發現 這邊這一個膚色啊 它... 勉強說也算霧面 可是它有一點點 超級無敵細緻的光澤 它等於是 藉在那種 珠光眼影和霧面眼影之間 然後很偏霧面眼影 所以 跟你們補充一下 就是我之前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那這一盤眼影盤呢 我覺得它在歐美眼影盤裡面 蠻特別的一點是 它的 眼影顯色 但是它的顯色程度 是在容易控制的這個範圍 像 大家都知道 ANASTASIA LORAC這種眼影 就是歐美的最 典型的顯色 但是就是 又軟 然後 你在使用的時候 要特別的注意 處理它 就是太顯色 過度顯色 然後使用不好這件事情 用的時候都要很小心 那如果你對於顯色眼影 就是 有陰影的話 然後你又喜歡 歐美眼影盤的話 也許你就可以 嘗試 SOUVA BEAUTY的這個眼影 因為它的眼影 它算是乾式的眼影 不是不好用啊 是乾式的眼影 然後顯色的程度呢 是適中 還不錯 然後你在沾取的時候 因為它壓得 有一點 壓得比較緊 又是乾式 所以你在沾取的時候 盤子裡面也不太有粉 會飛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 手指頭 試色不友善的眼影 你在試色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怎麼有點乾硬啊 我記得Tarte的眼影 好像也有一點這個問題 也不算問題 特徵 就是你在試色的時候 你會覺得 摸起來乾硬 上在手上好像 嗯 是不是不好用 但其實一旦用刷具 實際化眼妝啊 就會發現其實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這一盤眼影盤呢 我覺得它配色很棒 就是如果你皮膚超級無敵白 你有很淺很淺的眼窩暈染色 那以我的狀況呢 我可能就是這個和這個混合 當眼窩暈染色 或單用這個來暈染眼窩 霧面的白色 霧面的黑色 都非常的實用 然後這個蜜桃色啊 其實它也可以拿來當作腮紅 我覺得也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個 酒紅紫色 應該是目前很流行 很多人會喜歡的顏色 那這一個有一點點珠光的膚色啊 用來打亮眼頭 打亮眉骨都很自然 是如果你不想用這個白色的話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 就是這兩個打亮色混合在一起 調出你喜歡的深淺度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的眼妝 是怎麼樣畫的 其實它非常非常的簡單 這個眼妝 就是呢 我先用這個顏色 暈染在眼窩的位置 就是把立體感做出來之後呢 就很簡單的三色漸層而已 眼尾的地方用這個深咖啡色 靠近眼頭的地方呢 用這個 就是接近膚色的顏色 然後 眼睛中間的地方 上下眼影都是 就用這個酒紅色 等於是這三個顏色的漸層 然後把邊界的地方處理好就可以了 眼頭打亮用這個膚色 然後帶一點點珠光的這個 來打亮眼頭 還有眉骨的地方 那這盤眼影盤呢 如果你不想畫我這個 這個顏色這麼明顯 就是這麼 不日常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這三個顏色漸層 改成這兩個 兩個然後配這個顏色漸層也可以 然後這三個 顏色漸層也可以 然後這盤有非常非常多的用法 那這兩個比較特別的顏色 也可以就是讓你的大地色眼妝 有一點變化 再來呢要分享三隻 這個越常用的唇膏 第一隻是這個 之前有分享過的 Colourpop的唇膏 咦我應該要把蓋子打開齁 這個是Colourpop的 blotted lip 然後再來是Candy Floss 這個唇膏的特色 就是我之前就是分享那個影片的時候 裡面就有講過 它是非常舒服 然後有一點修飾唇紋效果的 霜霧面的那種顏色 然後有一點點膠狀的感覺 總之是超舒適啦 除非你要非常粉霧面的效果 不然的話 應該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然後這個顏色呢 就是我個人就是超級喜歡的那種 玫瑰棕色系 再來要分享的是這隻 NYX的霧面唇膏 顏色非常非常的大膽 這是NYX的 Matte Lipstick 色號是Alabama 那NYX這個霧面的唇膏這個系列啊 質地都還算舒適 可是 因為用了這個Colourpop的這個 blotted lip系列之後啊 這個的舒適度 我在講什麼 這個的舒適度 就沒有這個這麼高 但是 這個的發色是非常濃郁的 然後 霧面的程度呢 也比這個 這個blotted lip高一些 可是它也不是完全超級粉霧面 就是 像MAC一般的霧面唇膏 這種霧面的程度 那它 這個系列優秀的地方就是 發色 濃郁漂亮 然後 上在嘴巴上面之後啊 以這個發色度來說 以這個霧面度來說 算是蠻舒適的 那Alabama這個紅呢 我個人 特別特別喜歡 我覺得紅色是很有趣的顏色 就是 紅色好像 聽起來就是個 單調就是紅色 但其實錯了 紅色唇膏有超多種 就是 有亮一點的啦 然後有暗一點的 有偏橘一點的 偏桃紅一點的 偏藍色調一點的 那像這一支呢 就是 比較暗一點 然後帶一點點很不明顯的那種 磚色的那種紅色 超級漂亮 這個唇膏如果 就是整個塗滿的話 是很有氣勢的那種顏色 那如果是你薄薄的擦 甚至做咬唇 因為它非常的飽和 所以 做咬唇的那個 漸層啊 可以做得非常明顯 那就會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 你不一定是很 誇張的妝 才可以用紅色唇膏 你也可以畫出一個 自然一點的妝容 像我今天的唇膏啊 就是先用這個 Candy Flush 把整個嘴巴塗滿之後 中間 壓一些這個Alabama 就是看起來也是很自然的顏色 接下來呢 最後一支唇彩 就是這個 還是 Colourpop 這個也是他們的 Blooded Lips系列 然後這個色號是Out of Beach 那這個唇膏質地非常有趣 我之前分享這個產品的影片裡面啊 就有稍微敘述一下 它跟VDL的 那種唇釉 整個效果還蠻類似的 就是 半透明 然後 有點絲滑絲滑 然後不會乾掉 然後霧面的效果 也還不錯的一個唇彩 然後又非常非常舒服 那它顏色看起來這麼的鮮豔啊 它其實上在嘴巴上面 拍一拍淡了一點之後啊 就會變得超級 超級粉嫩 所以如果你想要很粉嫩 很少女的效果 也可以用這個 你也想要非常就是 明亮 然後霧面 然後舒適的效果 你也可以用這個 就是把它塗得比較飽和一點而已 看一下濕色喔 這個是Colourpop的那個 Blooded Lips色 還有是Candy Floss 有沒有看到它有一點點霜霧面嗎 就是它有一點膠狀 一點點透透的 顏色超漂亮 然後這個是NYX的那個Alabama 它的發色度有沒有 比這個濃郁很多 超遮色 然後它這個紅色是那種 很有層次 比較磚紅色調的 暗紅色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Colourpop的 Out of Beach 這個顏色是 很螢光感的 粉桃紅色 可是它推開之後啊 上面不要看 你看推開 就會變得很粉嫩很顯白的顏色 所以它算是 可以創造很多不同妝效的產品 然後今天的愛用評論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掰掰